一般女人多大年龄就不像男人的 今天我来说实话 我一点不夸张的说 比如说我 我就算死了 我也想 没办法 就好几口了 公牛配母牛 公牛收钱 公马配母马 公马收钱 公猪配母猪 公猪收钱 就包括这猫啊狗啊 配完都是公的收钱 我明白的事 啥事啊 就现在你们这帮老娘们骂男的 群兽都不如 有一定道理 老哥 孩子饶了 整不整一个 不整了太累了 整一个呗 都好几天没整了 太累了不整了 整一个呀 就整一个 明天来点吧 哎呀 就整一个 你整不整 那整一个 哦 整一个 那来吧 不答应啊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游泳怀孕了 那么他的爸爸是谁呢 师父呀 每隔几年呀 就会在网上有报道说某个女孩子呀 因为在泳池游泳 然后怀孕了 前几天呀 就一个朋友说他有个子女呀 他没有男朋友 但是呢 他怀孕了 他说是游泳的时候呀 肥上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精子刚出来的时候呀 是一个不依法的一个状态 考虑了游泳池的一个循环系统哈 精子呢 是很难到达女性的身体里的 即使是运气爆棚 飞扬过海德也要经过层层筛选的 由于游泳池大和精子的尿养 那么基本上是可以判定 不会有类似情况发生的 小姨 啊 考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呀 你说男人看女人洗澡 叫物理看花 那么问题来了 那女人看男人洗澡 叫什么呢 嗯 叫什么呀 小朋友 你是 你那肚子怎么个事啊 我肚子咋了 你咋的你心没数吗 咱俩结婚快四个月了 一点动静没有啊 你要啥动静呢 那你不得给我留个后啊 我一个人说了算呢 你算不算的 我又没耽误事 那不还是你的问题吗 就是你肚子不争气 你争气 一二三买单的选手都没蚊子叮的时间长 你还想咋当务事 你别闹的没有用的 不行咱俩上医院查查看怎么个事 我不去 我一个黄花大姑娘 我啥毛病都没有 要去你自己去 你看 不敢去吧 那肯定你的事 你要这么闹磕 还上医院干啥呀 快麻烦的 明天换个人试试不就知道了 谁换呢 我换呗 你这个鬼吧 你别笑 姐夫 咋的了 把你车借我一下呗 不借 你借我一下呗 车隔架之后 那个闲着也是闲着 你就借我一下呗 那也不借 你这人怎么这样 借压能怎么的 又不会死 你要想借车也行 那我考考你 答对了 我就把车借给你 行 挺好了啊 嗯 死七斤又 吃了七斤 再吃了五斤 还剩多少斤 四斤 就你这个至上 还想借车啊 夫妻的床 为什么不能让别人去睡 夫妻的床啊 为什么说 不能让别人去睡呢 家里的床 最好不要让别人去睡 尤其是你们夫妻的床 更是不可以 家里面如果来了客人 那如果说床不够睡 打地步都可以 也不可以让睡自己的床 要是说有血缘关系的 那还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说只是朋友的话 你千万千万 不要让他睡你们的床 你能可以理解 个人身上或多或少 都有细菌或者是病毒 你要为了自己的健康 请你收下你的大方 不要让你的闺蜜 你的朋友 睡你夫妻的床 听懂了吗 媳妇你好色吗 我好妈玩你 不是我哪就这么不信你呢 你不信我 你不信你就送我老爷们 你试试 你那啥表情啊 不信你就送脸 凡个我也不建议 今天晚上我去你家睡啊 我老婆不在家 然后顺便陪陪你 然后再给你喝两杯 你跟谁打电话呢 没谁 不是我这还没走呢 你跟谁打电话呢 真没谁啊 喂 你勾引谁老公呢 我告诉你 你再打电话过来 我就找你家去 这是你爸 这是你爸 女人难受了 到底怎么解决呢 我作为一个女人呢 来说这个话题 还真的是有一点小害羞啊 但是家人们给我点个小红心 再点个小假号啊 我呢 偷偷的告诉你们 我们女人呢 是如何解决的 来听好了啊 当和老公吵架了 或者和男朋友闹便的时候啊 内心呢 就会特别的难受 她就会想 我这么的爱她 为她付出这么多 她还这样对我 就会啊 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自己呢 静静的待着 或者说呢 睡上个一天半天的 还有的女人呢 会找自己的闺蜜啊 去倾诉一下 自己所受的委屈 当老公发来消息的时候呢 其实她的内心呢 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呢 她表面上 还是不会表现出来 故意呢 去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这呀 就叫做嘴硬心软 如果这个时候 你再出现在她身边 她内心呢 就会特别的高兴 但是呢 她还会啊 一直的装子 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有内心的 好好的去慌慌她啊 另外呢 你自己啊 一定要有魅力 估计呢 她就会一头 炸进你的怀 女人 说 你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谁的 当然是你的 你竟然怀疑我 昨天我爸到医院做检查 医生说我们家族 有遗传性的不孕不孕 生下来已经很疼了 你就不要在乎孩子 是谁的了 好吗 还有 你应该回家 现在的你爸 你是哪来的 你是哪来的 哎呦 什么 老公 我又怀孕了 你又怀孕了 嗯 你咋又怀孕了呢 那你买回来 那药也不好使啊 那人家大夫都说了 非常好使 你肯让她拉倒吧 我就天天都按她说的 那用了也不好使 你咋做的 她不说的吗 房前一粒 房后一粒吗 那也没好使啊 这不也怀孕了吗 那你一次是房前放一粒 房后放了一粒 嗯 那你咋不给房顶放两粒呢 她没说呀 你看你真的看一粒 看一粒 哎呦 干嘛 什么机没有毛 手机 什么会两个人开 约会 什么锁没有空 金锁 什么花每天开 假花 什么花天上开 烟花 什么 船 不下水 飞船 清华这点有多少个字 四个字 大家都不想得到的是什么 得病 有一个男的去洗澡 到了浴池 他就问老板 说你这洗澡多少钱呢 老板回答说 男浴十元 女浴一百 男的一听说 你抢钱呢 老板说 我的意思是 你想进男浴池 还是进女浴池 交钱就可以进 男的一听没说话 果断交了一百块钱 到了女浴池一看 哎呀妈 全是男的 浴池里面那些男的呀 都笑哭了 心想哎呀 这又来一个傻子 又